花蓮市民代表会5月11号进行第三天的市政总执询议程 由市民代表江如林、黄达翔以及魏玉胜针对多项市政建设提出建言 而代表们都期许新上任的市长除了要延续之前的市政建设 更要有新思维、新方向来带动花蓮市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花蓮市民代表会5月11号继续进行市政总执询议程 市民代表江如林针对主制头多处人行道破损不堪 提案多次施工所却时未展开修复 认为施工所的效率有待加强 111年的时候我在定期会上有提到 我们中原路以东的部分 人行道两旁人行道的破损不堪 而且几乎老百姓没有办法行走 那我有提到说希望他们尽快去争取经费 来把那两旁的人行道赶快尽速的改善 可是至今到今天112年了 没有动静除外也都没有回护 那我希望新的市长上任之后 新的方向、新的方针 能够将花蓮的所有的人行道重新的规划、重新的改善 让花蓮的市民能够走得安心、走得安全 让大家能够走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花蓮市代会副主席黄达翔的质询重点 则是美人地区的排水问题 尤其是紧邻新城乡的一条无鸣溪 花蓮市部分都没有进行清淤 他担心会造成美人地区淹水状况 发现说我们所有的水源是经过无鸣溪排放到美鸣溪 那无鸣溪它在新城跟花蓮市 有两个乡镇市在管养这个无鸣溪 在新城乡的部分 他们已经做完善的一个改善 互提维护的工作已经做好了 但是针对我们花蓮市的部分 却迟迟未有改善的状况 导致两岸的民众饱受淹水之苦 因为所有的三分之一的美人地区的水量 都排至这个无鸣溪内 那尤其我们现在改善完成 它的水量会更大 导致他们淹水状况日益频繁 我希望施工所能够针对这个改善 能够尽速处理协助民众 他们不要再有财产的损失 市民代表魏玉胜 则关心的重点放在市区机车停车空间 还有骑楼停车 以及友善行人通行的议题 他希望施工所能够做检讨改善 其实这次执行重点 而是在摩托车跟收费停车阁的之间 其实在很多区域 商办区或者是商圈区 都没有很好的规划一个机车的停车阁 那收费的停车阁反而高于机车停车阁 其实在花莲这样的县市 其实大多部分的人都是骑摩托车居多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施工所 也可以协助我们一些商办大楼 或是商圈可以一同来规划 不管是骑楼 不管是收费停车阁的抛除 改我们的机车停车阁 那甚至无障碍停车阁 我们这个也必须要去注重的 因为我们花莲县老人居多 骑士轮的也非常多 那也希望工所之后 能够向上级或者是向县府 还有在国营企业来做研讨 市长魏嘉燕与工所科室主管 也针对代表们的提问 做了详细说明与答复 而多数代表们也期许 新向任的市长除了要延续前任政策 更要有创新思维 带动花莲市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倔鲁慧花莲市报道